这州警察配合行动管制令 展开路障检查和街道巡逻行动 结果发现行动管制令实施第二天 依旧有许多民众在街上趴趴走购物 甚至到海滩吹海风 面对民众一意孤行 彭恒州总警长拿督阿督加里尔谈言 深感失望 虽然禁令不条高挂 上面大大的字眼写着行动管制期间 民众不被允许进入有关范围 但只落坚不落海滩 还是出现了不少民众的身影 随着我国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前天颁布我国实施长达14天的行动管制令 许多店面和旅游景点必须关闭 关丹这个平时热闹的旅游景点 明显的失去人潮 但一些不遵守禁令 出来吹海风的民众 还得劳烦巡逻警察趋钱 劝请他们回家 其实打虫禁令实施的第一天晚上 彭亨警方已经开始在周内 11个县的44个地点设置路障 发现街上仍然有许多民众在溜达 进而对他们进行盘查 然而他们对禁令所抱持的敷衍态度 让彭亨州总警长拿督阿督加利尔 身感失望 至于槟城升旗三角下 这个原本西来人往的旅游热门地点 已经不见旅客的身影 但是当地民众的日常似乎不受影响 依然像往常一样上街走动购物 槟城警察只好出动巡逻车 也使用扩音器 一路向民众宣导有关行动管制令的资讯 以及居家隔离的重要性 镜头转到东马沙巴山打根 当地警方也配合政府禁令 昨晚开始在市区进行巡查 发现不少商家对禁令不甚了解 只好对他们进行讲解和劝告